周海超 什么时候轮到你教训我了 滚 现在滚滚出去 滚 滚 别让我再看到你 出去 我哪儿逼不过他 他不会像你这么疯 因为他根本就不会爱你 他毁掉了我的事业 毁掉我的爱情 小婉 我今天来的时候 我已经想好了 只要你愿意跟我走 一起去美国 我可以忘掉这里所的一切 我们一起 重新开始新的生活 重新开始 是吗周海超 你一个人也可以重新开始生活 没有了你 你 我怎么重新开始 是我承认我得到你 我就觉得我赢过了他 但是我是真的爱上 周海超你爱我吗 你好好问问你自己 你爱我吗 你只不过是不甘心 你只不过是不甘心 你只是想赢过陈生而已 你根本就不爱 你只爱你自己 不是的 真的不是这样 小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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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愿意救我 过去发生那么多事情 这些点点滴滴 我深深地爱上了你 小婉 给我此机会 嫁给我 出去 给我最后一次机会 最后一次 出去 出去 连一点机会都不给我 啊 好 我走 余小婉 你给我记住我了 今天所有的决定都是你做的 你怪不了我 我不要说你 我和陈山之间 只会有一个人活着 我不愿失去每一寸泥土 哪怕是泥土之上的每一粒灰尘 我不愿失去每一滴河水 哪怕是河床之上生腾的水汽 我不愿意失去任何 因为 他属于我的祖国 就像我不愿意 失去我生命的分分秒秒 因为我需要用他来 爱我的女儿 我没有人活着 我们知道 我需要用他来 我需要你 不愿意 想要开火 我和他们 我们不能回家 没人活着 我不是 爱女小婉 直笔书写之际 爸爸心中 却怕你永不读到此心 爸爸不知道要怎样 告诉你许多的事情 现在会一件件讲给你听 首先 爸爸是一名共产党员 为着抗日的缘故留在重庆 做着必须的工作 其次 爸爸发展了一个下线 他的代号叫骆驼 我相信 以这个人的身份和工作 应可为党的事业做出很大的成绩 然 近期 时有神秘事件发生 为数次遇到危险 或都与骆驼有关 人心最是难测 我不敢妄加论断 但已经做好了历任加深之准备 上线已失联 我在重庆陷入孤军奋战之境地 所以须孤注一致 今日 我准备去面见骆驼 为愿我一切都是猜错 愿他为了国家 可以坚定信念 一起投身进来反抗压迫 若是有不邪 如有机会 请将我最后的遗言告诉组织 能够对上暗号的 就是可以信赖的人 是我们的同志 人走了 还有谁记得 四万万同胞记得 我记得